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四百九十集 谁的策划 一片沉默之中 蓝叶云再度开口 那么妖凤知不知道 阿征就是她的那单选中的妖皇 萧揽月点了点头 当然知道 妖凤虽然半人半妖 但是在本质上仍然是凤族人 也算得上是精彩绝艳 所以同样精通空间法术 虽然她不能离开亡两空间 却可以用意念搜寻到这个空间里 被她的那单选定的妖皇 宁王 你应该知道 每到十五月圆之夜的紫时 姐姐的眼睛就会发出绿光 蓝叶云立刻点头 是 我知道 而且只要她的眼睛里发出绿光 就会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怎么 难道这跟妖皇有关 有关 而且是大大的有关 蓝月点了点头 那是因为每到月圆之夜的紫时这片刻之间 姐姐体内的妖皇体质 会暂时占据上风 她便可以看到亡两空间内的一切 感应到妖风的召唤 原来这就是楚寒征总在月圆之夜疯疯癫癫 大喊大叫有妖怪的真正原因 不是因为她在胡言乱语 而是她真的看到了妖怪 正是因为如此 她才被所有人当成了怪胎 战战兢兢那么多年 如今事实证明 那不过是因为 她真的属于半人半妖的体质 被别人当作妖怪 倒也并不冤枉 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早就被别人给盯上了 蓝月云不由咬牙 虽然妖风早就知道 阿征就是妖皇 但她又怎么知道 我会被戈书天激发出体内 麒麟血的魔性 从而需要浅浅泉水 好几次机会 让阿征打开亡两空间呢 这一次 蓝月终于摇了摇头 不 不是的 妖风虽然早就知道 姐姐是妖皇 但是亡两空间 究竟会在什么时候打开 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 却是她左右不了的 所以她只能等 等待合适的机缘 你被戈书天算计 需要浅浅泉水来拯救 只能算是她 好不容易等到的一个机缘 就算没有这回事 也会有其他的机缘出现 总之 亡两空间 一定会被姐姐打开的 只不过以何种方式 就不是任何人说了算的 蓝月云了然地点头 接着却又冷笑一声 王两空间内有浅泉水之势 是莫如玉告诉阿证的 这么说 莫如玉也是妖风的人 萧兰月笑了笑 说得对 莫如玉还真就是妖风的人 她之所以出现在大沙漠之中 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姐姐 好在合适的机会 指引她打开王两空间 砰的一声 蓝月云一巴掌 击在了玉桶边缘 早就看出她有问题 却想不到 不 有问题的不是她 蓝月再次摇头 她虽然指引着姐姐 打开了王两空间 但是实际上 她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所有这一切 都是妖风一手策划的 蓝月云皱了皱眉 跟着恍然 对了 她的记忆被人强行封印了一部分 难道那个人就是妖风 就是她 蓝月给了她一个 你真聪明的眼神 虽然姐姐是她的内单选中的妖黄 但是姐姐毕竟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她也不能让姐姐知道 否则的话 姐姐绝对不会打开封印 把她放出来围惑人间的 所以就必须有一个人来促使姐姐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打开王两空间 而这个时候 莫如玉就出现了 毕竟打开王两空间 虽然需要等待合适的机缘 但机缘如果出现了 光等待就变得远远不够了 必须有一股力量 在必要的时候 给她必要的推断 蓝叶云点了点头 莫如玉是妖凤的人 那她的体质 也已经被黑化了吗 那倒没有 萧兰月摇了摇头 其实莫如玉原本就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凤族人 因为妖凤需要一个 在适当的时机 帮她指引姐姐 打开王两空间的人 所以就选中了莫如玉 并且通过意念 封存了她的记忆 又将她带到 大沙漠中的 那个地下宫殿里 告诉莫如玉 她唯一的任务 就是等待姐姐的出现 但因为莫如玉 休息的 就是妖凤休息的 那种内功心法 所以不可避免的 带有一些邪性 她才会同样出现 双眼发绿的现象 蓝叶云闻言 不由助地皱眉 若是如此 大沙漠中那个地下宫殿 又是何人修建的 莫非也是要凤吗 萧蓝月点头 就是她 在妖凤失踪的那些年里 她不是需要一个 极为隐秘的地方 来修习邪功 好一血前耻吗 便秘密修建了 那座地下宫殿 蓝叶云点了点头 既然妖凤的本事那么大 可以通过一年 封存一个人的记忆 那她能否通过一年 将人的体质彻底黑化呢 当然不能了 萧蓝月摇了摇头 否则涅槃大陆 岂非早就妖魔横行 甚至变成一座空城了吗 通过一年 封存莫如玉的记忆 看似简单 其实凶险至极 一朝不慎 不但莫如玉会疯癫至死 就连妖凤也会遭受重创 所以为了打开亡两空间 她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 至于通过一年 黑化人的体质 想都不要想 也是 蓝叶云慢慢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后来莫如玉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腰缝在背后指使的 这是肯定的 萧蓝月毫不犹豫地点头 她故意封存了 莫如玉之前的记忆 就是为了让莫如玉完全听从她的命令 照她的指示去做 使她在莫如玉的脑海中 种下了那个执念 让莫如玉以为 姐姐就是她这一生要等的人 其实一切都不过是一场阴谋罢了 从头到尾 莫如玉都只是妖凤 所利用的工具而已 若是如此 其实这里面最可怜的人 就是莫如玉了 蓝叶云不由敏了敏春 你说莫如玉之所以纠缠啊 这 是为了在核实的时候 指引她打开王两空间 那她帮助我们破除封印的目的呢 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吗 那不是最主要的 萧蓝月摇了摇头 腰凤之所以要莫如玉帮助你们破除封印 是因为只有破除六合封印 恢复凤族人的体质和灵力 姐姐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 打开王两空间 当然她不知道的是 姐姐在六合封印破除之前 就已经恢复了体质 其中的原因 也算得上是一个千古之谜 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点 至少这个世界的人 当然不可能知道 那不过是因为 楚寒症的体内承载的 已经是一个来自现代社会的灵魂 所以才不受六合封印的控制罢了 当然 现在没有必要深究这个问题 虽然并没有消耗什么体力 蓝叶云却偏偏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不由抬手揉了揉眉心 妖凤让莫如玉在大沙漠中等待阿正 当然是因为她知道 那是我们破除封印的必经之地了 嗯 是的 萧兰月又点了点头 要不我说妖凤的精彩绝艳 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 她早就已经推算出 你这个凤王后裔 将会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 必将会带领凤族人 破除六合封印 夺回天下 若要做到这一点 大沙漠当然是必经之地 所以才会安排莫如玉在那里等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完全在她的预料之中了 还有 你们应该还记得 莫如玉之前的异场 没错 最近一段时间 莫如玉也不知是怎么了 动不动就眼眸绿光 仿佛疯了一样 与平日的她判若两人 点了点头 蓝叶云有些了然 莫非也与她的真实身份有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